我們繼續跟輔大日本研究中心的 何志正教授來談現在目前 日本的新冠疫情 何教授這個 我們先從對於日本這一次 處理疫情的批評來說好了 那有人說就是相對來說 這個比起台灣 台灣有一點超前部署 但是在日本 日本的醫療技術這麼好 為什麼現在它的病例數 達到了4000 那這樣子的情況 是因為對於這個疫情 剛開始輕忽了嗎 因為SARS畢竟在日本沒有這麼嚴重 台灣有SARS 還是因為奧運的關係 當時投鼠計器很多措施 不能夠施展出來 你怎麼看 當然有人把兩個 這當然是時間的巧合 就是日本宣布東京奧運 這個要延後24號 我們記得那時候他跟IOC講好 然後之後好像疫情爆開 那所以有人就用一種陰謀論 就是說你之前可能為了辦奧運 對不對 所以你蓋牌 那你讓這樣的一個病例數 這個不要暴增 因為你沒有檢驗 根本就不會有病例啊 對不對 那事實上狀況比 比你公佈的數字要嚴重許多 所以不辦奧運之後對不對 那一切就攤在陽光下 你看這個病例數 啵啵啵啵就跑出來 但是不要忘記 他們在3月20號 日本春分三養三連休 日本看到櫻花 他們就受不了 那全部的人 這個基本上 這個就出來嗓音了 那這個群聚 而且就說嗓音之後 他們還會有一些聚會 對 這個才是這個 因為嗓音大致上 還是在外面 那個空氣比較流通 那但是嗓音完之後 他們通常很多 這位商務好友 會去喝兩杯啊 或是吃吃東西 他們叫 Onomikai Onomikai 是在一個比較 大家比較接近 而且是封閉的環境 那就容易傳染 事實上 那個對日本的影響很大 而且今年 這個櫻花又開得特別漂亮 然後在櫻花盛開的時候 又突然下了一場雪 那場 就是說 開了櫻花之後還下雪 這個在日本是非常非常難 這個難得一見的 那個大概他們上一次 大概是在三十幾年前 所以你看 有人一輩子可能就只有 看到這麼一次的一個美景 所以這擋不住啊 他們一定要出來看 所以這個 這個我認為就是說 這個嗓音的這個季節 又碰上這個疫情的一個高峰 這個是一個關鍵 不過日本那個 他們在剛開始的時候 這確實他們並沒有用 我們現在在防疫 其實現在用魔系跟佛系 對不對 這兩個這樣的區隔 如果說這個日本的防疫 到底屬於哪一個 我認為他比較偏佛系的這個防疫 因為他們剛開始就沒有要用 這個等於是鎖國的一個方式 他事實上慢慢 他是一個等於是 且戰且走 而且是被動的這個採取鎖國 為什麼 因為很多國家對他鎖了 比方講歐盟 對 先鎖他 對不對 然後中國也陸續鎖了他 他說後來他也鎖了中國 對不對 然後跟韓國也在互相鎖 那包括後來美國 美國也是美國鎖了嘛 那在4月1號他也就跟著這個 把美國給鎖起來 那所以他的鎖國基本上 所以我們看起來就是說 是有點被動 換句話說 安倍基本上他知道了 這樣的一個鎖國防疫 當然可能在這個傳染病的 這樣的一個防治上面 會有他的效果 可是這個對經濟的打擊 真的會很大 所以他在求這個平衡 我就是要問你 就是說現在在過去 各國在防疫的經驗 往往就是在做一個平衡 一個是防疫 另外一個是經濟 有人講說 整個經濟如果掐死的話 你沒有等防疫 自己就先死了 所以有各種不同的說法 比如英國有人講說 群體免疫 讓很多人七成得了 就沒有問題 波特會很慘 在這之前會很慘 但是我的問題是說 日本在考慮防疫的時候 經濟這個因素 他是怎麼樣考慮的 他是不是 還是希望能夠維持 某個程度的經濟生活 不要整個像有些國家 把所有的經濟生活 都阻斷掉兩個禮拜 用這個方式 特效藥 似乎可以能夠 讓大家防疫能夠成功 事實上 這讓整個經濟受傷非常慘重 日本怎麼想這個事情 當然日本事實上 它的經濟裡面 一般人會認為外貿 可能佔了它的大半錯 事實上日本內需 佔了它的整個經濟是六成 所以它內需是 它經濟的一個大宗 所以如果說這內需 整個熄火的話 這當然對日本的經濟 這個是致命的一個打擊 事實上日本有一點 烏弱偏逢連月雨 事實上它去年 它升了消費稅 它漲得下降 從8%到8% 所以最近也有人在問安倍 你還不再調降 甚至於有人說 不是調回8 是降回5 但是安倍說 這個東西知識體重 而且他們當時調為10 就是為了要因應老人化的 這樣的一個社會 少子化的社會 他說這個東西他不動 他另外的話就是他用了一個 這個叫前所未見的 這樣的一個超大規模的 這個緊急經濟的一個對策 所以他基本上 他是搬兩個東西出來 除了公佈一個緊急事態之外 他還弄了一個這個 超過上次華爾街金融風暴的一個規模 上兆美金 他總共弄了108兆日圓 108兆日圓 我跟各位觀眾講 相當於現在日本 剛剛才通過的國家總預算 國家總預算102兆 這裡面佔GDP20% 日本從來沒有這樣撒錢過的 這裡面他就是要防止經濟熄火 但是數據 這個基本上告訴安倍 日本的經濟數據真的很壞 因為日本在第四季 因為漲了消費稅 很多人提前消費 所以去年第四季 日本的經濟就負成長 然後再加上暖冬 很多冬季的需求沒有出來 所以然後在過完年之後 這個整個疫情就炸開來了 所以日本他們在3月底的時候 做了一個對100大的製造業 以及非製造業做一個調查 然後問他們對未來的景氣的 這樣的一個預測 所以他的數值七年以來 第一次掉到負的 而且是負8 但這個數字事實上還不是最壞 他們預期在4到6月在調查的時候 這個數字會持續的惡化 換言之整個日本的經濟 基本上惡化的趨勢 是已經非常的明顯了 所以這對安倍來講的話 他等於是他從2012年他當首相 他射出三支箭對不對 他所獲得的這樣的一個經濟成果 幾乎要毀於一旦 所以他現在等於是要 這個等於是用108兆要來救市 那不過可能這個效果能夠達到什麼 這個地步 這還是要看這個疫情怎麼走 如果整個全世界的這樣的一個疫情 沒有辦法得到控制的話 這108兆下去 可能對日本的經濟也起不了 真正點火的作用 我另外還有聽到一個批評 就是說日本沒有像美國 或者像台灣所謂CDC 疾病管制中心的 疾病管制中心這樣子的一個單位 那這個單位的好處 有人講說是比較專業 而且比較獨立 那他們在做決策的時候 比較少政治的考慮 現在都是從一般的政府體系裡面 有非常多的政治考慮 這個大家在談這個問題的時候 是不是覺得日本將來有必要 要有一個CDC的這樣子的單位 當然他們未來會不會檢討 這樣的一個政府組織都不知道 但是他們現在在日本的內閣裡面 他們有組一個專家小組 就是這些專門研究傳染病人 但是基本上是一個幕僚 而且是一個建議的性質 像日本他們的決策模式就這樣 他們通常會組一個專家的小組 這專家小組基本上他是提供專業的諮詢 他是reference 他並沒有決策的能力 他並沒有辦法像我們 陳部長那樣的乾坤獨斷 對 不過日本事實上他整個決策 我們看他們應對整個天然災害 他們本來就是用比較是 權力分散的一個方式 而且很多東西基本上都是讓在地的 這些首長在自己的這個地方 自己的權責範圍之內 自己去處理 所以日本他們會不會因為這樣的一個疫情 然後改變過去的這樣的一個 他們這種因應這種緊急事態的 這樣的一種方式 這可能我們還要再觀察 因為這樣的一件這樣的疫病 到底會對日本的一個整個政治決策過程 是不是會產生一些那種比較有意義的 或者是一個結構性的一個影響 從目前上看起來的話 似乎日本的政治我認為不會走得那麼快 我最後想問的就是 這一次這個新冠疫情 其實高危險群當中 有一個是老人人口 老人人口我們看到義大利 尤其是北義大利 那個老人人口那個死亡率非常的高 看到日本到目前為止 死亡的病例只有不到100個 90幾個而已 那日本又是高齡人口是偏多的 為什麼可以做到這樣的程度 這西方媒體在一些批評之外 對於這一點是很撐到的 就覺得比如說日本的清潔習慣 常常洗手或者怎麼樣 是不是對這個是有幫助 你自己怎麼看 但日本的這種飲食或生活習慣 我們也常去日本對不對 日本本來事實上我們講的 新冠肺炎是一種社交的疾病 日本事實上他們以前在跟人家 他社交的時候就習慣與保持距離 當然這有日本的文化 日本經常我們有說日本講 這叫KAN 禁員 禁員的話這個 當然有兩成一 一個是尊敬 一個是敬而遠之 為了安全 所以這個本來是他們一個社交習慣 不過就是說整個日本 他們的醫療體系其實跟我們台灣類似 我們台灣當時在建構整個健保制度的時候 其實日本的健保走得比台灣還要早 很多當時我們在建構健保制度的時候 也是向日本取經 所以日本的一個健保制度事實上也不錯 他們還有開辦的所謂的借戶保險等等 他們對整個這樣的一個醫療照護的體系 這個可能要比英國或是歐洲要好很多 很多像加拿大等等都受到英國影響 他們用所謂的公醫 那個醫療體系基本上是比較脆弱的 日本的醫療網真的是建立的比較 不過這樣的一個醫療網 也不能夠讓病患突然的爆出來 這還是會垮的 H1N1日本就吃到這樣的苦頭 所以他們一開始的時候 基本上他們用的一個防疫的策略就是 要穩住大後方 就是他們認為說這個新冠病毒 一定會進到我們的社區來 然後當然要避免社區的大規模的群聚感染 群聚感染他們講這個會發生也不要怕 我們把群聚感染控制住就好了 但最主要就是要做好病患的分流 然後讓醫療體系去處理 真的需要這些醫療體系來幫忙的這些 所以他們很早就說輕症或者是無症狀的 你不要這個到醫療體系來 不要到醫院來 他說這個你到醫院來 我們也幫不了你什麼忙啊 對不對 所以他們現在很多就叫你再加淨 但再加淨很多人的家裡面 可能有其他的這個成員也很難隔離 所以日本的飯店也不錯 有些連鎖飯店 那個就把他現在也沒有觀光客 他們就把他們的方便很慷慨的 就不用錢 對啊 很慷慨的就等於是配合政府的這樣的一個政策 就是說如果你要你這輕症的或是無症狀的 可是你不方便住在家裡面對不對 或是你要隔離的 那你就到這些這個家附近的飯店去 對 那這個他們是不用錢的 這可能這個 所以日本基本上他是可以把整個醫療的這些資源 用在最需要照顧的那一群人身上 那當然這也可以讓真的這些重症的 或是這些老人 就可以獲得比較好的這樣的care 降低他們的死亡率 所以當然他們的醫藥也確實是進步了 我想這個在整個不只是東亞國家 我想日本整個醫學的一個水平 大概在全世界都是站在很前面的 所以事實上他們就是醫療的水準 再加上他們的整個醫療網的一個建制 健保的一個制度 還有他們在整個這樣的一個防疫上面 他們預先做了病患的分流的這樣的一個規劃 所以到目前為止 事實上日本 當然我們很多 我們那個時候是料題從寬 我們很多的超前部署 日本看起來好像是溫吞 可是我們看到日本在 日本本來做很多事情都很慢 比方講他們在很多的災後重建 對不對 我們看他以前的陰影地震 可是日本慢不代表他們 會把事情處理得很糟 這向來是日本的一個做事的方法 今天非常謝謝何教授 跟我們來談最新的日本相關的疫情 謝謝 也謝謝各位觀眾收看 我們下次見